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不知道你有沒有接觸過一些 OK、超級有錢的富豪 說的是幾十億港幣身家或以上 幾年前我去澳洲旅行 加入了Logo Tour 去大寶礁 當中有一個芬蘭的夫婦 言談之間發現 他們剛剛賣了 在芬蘭的IT公司 然後退休 環遊世界 而他那間IT公司 就是上市 估計賣了盤之後 就有幾十億身家 不止他有錢 而且有名 因為他展示了一些照片 和教宗有一個單獨幾人的 在房間裡的祈禱會 就不是在梵蒂岡的廣場 嗨,看到教宗那一隻 另外他也是 曾經做過康城影展 同時也做過奧斯卡影展的評委 會走紅地毯的 有請貼 不是那些 做了不知多久的 Volunteer 跟著明星去柯尿的時候 你進去的那些 所以絕對是一個名城利袖的成功人士 他挺特別的 印象挺深刻的 原因是因為他請了我們去他的房間 聊了一晚 聊天 又喝香檳 以至於他才了解到那麼多 他知道我在香港出生 去了加拿大 剛剛那個時候 雨傘運動之後 他特別 主動地說 我聽說 香港那邊 有很多 政治的打壓 各方面 有什麼可以為你們祈禱 他和教宗祈禱 有什麼在外國可以幫助到你們 香港人 香港人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未來你們的展望又是什麼 我覺得 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 尤其是 他那麼有錢 絕對可以目凶一切 但他仍然都是 關了世界不同的需要 言談之間覺得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剛剛兩天前 我看了一套 Crazy Rich Asians 剛剛上架 在Netflix Story Nights 其實是很老套的 有個類似灰姑娘的女生 很平凡 然後就找到一個超級有錢的王子 類似李澤佳的級數 在新加坡的 然後 去見父母 在過程當中遇到很多的難阻 最後 應該是 有情人忠誠眷屬 幸福快樂 感地生活 我自己 覺得那套戲 在這個 Pandemic的情況 裡面 就 搞笑 輕鬆一下 都挺舒服的 好過看這個 半澤直樹 超緊張 超緊張 然後 哎呦 對不起 不要看 你要等下個禮拜 有少少不同 尤其是 有三個位置 第一個就是 他會展現到一種 超級有錢富豪的生活 浮誇 大傻幣 浪女 那種 這樣的生活 我覺得 有些搞笑的 尤其是 當我想起 這個 我曾經 和他生活過幾天的一個富豪 結婚的時候 當你在現實生活中 你接觸過一些富豪的時候 你是希望他 在某些程度上 少許 和你接觸 他不會 真的 踩你 踩你 有錢 見風洗盡你 那種 他平易近人 有少少少 有少串串共 你是完全 Live with 而且 當他有少少關心 你簡直覺得 黃恩浩蕩 覺得很特別 你想想 我記了那麼多年 我都還記得 已經很厲害 但是 如果是一個戲劇的時候 你當然想了解一下 他怎樣 花錢 怎樣 瘋癲 那種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戲 好看精彩的地方 第二個 就是 他講到那個女生要見 那個的婆婆 在過程當中有很多中西文化 中國和美國之間文化 或者是 年輕和年紀老的 傳統和新派的 以及 貴族class 和普通人class 那個的 衝突 而在透過那種不同的衝突當中 拆出的火花 你就覺得 過癮 精彩 那 第三樣東西 他不是只停留在 互有的浮誇 又或者是 那種conflict當中 而是 他講到那個女生是會反擊的 即是他 就用盡他自己的智慧 來怎樣想辦法 來 挽回那段關係 另外就證明給別人看 他是為了愛情 不是為了錢的 以至到結果就是有情人中成縣屬 是他自己 揮回來的 當然 這部電影有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其中有兩個最不合理的位置 就是 他講到那個女生是個 econ professor 又如何精通 game theory 微精眼棋 各方面 但是 在整個故事 去到半個小時 那套電影 他居然都不知道 那個男主角 他男朋友 是 超級有錢 是窄街 尤其是他強調到網絡世界 那麼頻繁 你隨時可以 查到所有的東西 的時候 你有什麼可能 不知道 不要裝傻了 所以他媽媽 覺得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 真的很有 很合理 這套白癡妹 扮豬吃老闆 有什麼可能 另外 可能這部電影 是拍給 鬼佬看 鬼佬的 taste 有少少不同 眼光各方面 為什麼那個男生 會喜歡一個 這樣的女生 那個女生 其實在 中國人眼中 就 不漂亮 雖然我不能夠 代表14億人 說話 唯一 他 他有 解釋的地方 就是 男生說 跟他一起 可以 做回普通人 而其他人 就貪他的錢 這樣 至少他 假裝自己 不是貪他的錢 其實有錢人 早前蕭先生也有說過 你永遠都會有種 錯覺是懷疑 別人是 跟你接觸 跟你交往 跟你交心 是因為你的錢 那麼這件事是 揮之不去 亦都很難 揮之去 但是我接觸過 那個有錢 Uncle Auntie 又不是那種 Anyway 還有 這部電影 嘗試用另一類的方法 來處理 例如他有一些 擦身而過的 一些感情生活 有錢人 大部分都是 濫女 那些 黏著他的 狂風浪碟 大部分 真的 想吊金鬼祭 或者純粹 一夜風流 就騙錢 還有 他也有另一對 雙人說到 他最後 婚姻失敗 因為 嫁入豪門 真是 深似海 他 不是完全忽略了 這部電影 只不過是 這個男女主角 就是一套 童話故事式 但是我相信 這些童話故事 完結後 都很痛苦 Anyway 這個就是後話 這部電影 另一個有趣 就是美國很受得 但是 香港和中國 都不是很受得 在 香港不受得 我想 原因是 他 其實很老套 條斷 當年 無論是TVB 又或者 劉華的 語龍共謀 孤男寡侶 那類 這樣的戲 其實是 拍得更加精彩 更加搞笑 更加 可能適合香港人 所以 在香港人來說 我覺得 是有少少見鬼不怪 但是 那麼多年都沒有什麼看過 現在 又看回這些 類型的戲 都會覺得 過癮 但是 不會入戲院看 第二 在中國 不受得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 他們覺得 是影射 14億中國人 就會覺得 很失敗 但是實際上 這樣 不是每個中國人 都那麼有錢 大部分中國人 現在的 人均GDP 都仍然是很低 只是很部份的中國人 在 不同的地方 大撒幣 感覺上 好像 就是 crazy rich 再加上 中國 真正有錢的 可能是 20年之內的事 簡單來說 很多都是 暴發戶 即使 現在是 很有錢的 還有 他套戲的設定 說 新加坡 人家 從19世紀開始 開放 最後 整個新加坡 根據道歧 都是他建設出來的 以至於他是 那個貴族家族 已經就成五六代 建立到那個 那個 人家真是有 taste 是有些不同的 那 暴發 其中一件 我想 需要注意 就是 感覺上 有不少的暴發戶 他們是 不懂得 你人感受 覺得自己 是真是 可以目光一切 覺得 什麼都比別人 那麼 就在 跟很多人接觸的時候 就是狗眼看人低 各方面 show off show off 得太厲害了 那些 就是過去 至少拍片看到的 這樣 就令人 非常之反感的地方 另外 我自己 我自己喜歡這部電影 就是 他不是散播一種仇恨 仇富的一種情緒 反而就是 怎樣能夠 令到 有錢 窮 來到 connect to each other 當然 原因 主要是因為 男生喜歡 女生 所以 最後才妥協 不然就是 吃屎 是不是 You're no one Nobody 這樣 那麼這件事 我就會覺得 是 喜歡 或者看起來 舒服 過 就是 上年一套 得奧斯卡獎的 上流幾生族 那部電影 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套 興起劇 說他怎樣 去偷掘拐騙的 那個家族 後面 就是一套 比較經歷的片 說他怎樣 去 挽回 貧窮的尊嚴 於是堆壞了那個 有錢人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你不要 將他變成了 是 窮和有錢的 difference 你 基本上 你由始至終 那部電影 做的東西都是 很傷天害你 騙 偷騙怪騙的東西 別人 這樣對你 你還要這樣對別人 就是 說不通 那麼 On the other hand 當然那部電影有他 值得 欣賞和成功的 地方 以至他能夠得獎 例如 他怎樣透過那些音樂 怎樣來到他透過那些 空間 由上至下 來去展現出 有錢和窮的 difference 這些都是他成功的地方 還有他扭的那條條 當你知道 就沒事了 但是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都會 有很多不同的 Wow effect 走出來 但是我自己本身 看那部電影的時候 就不喜歡 如果比例來說 我就喜歡這部電影 但是 如果真是要認真 compare 的時候 始終我就會覺得 當年那些 香港電影 就更加值得印象 值得可以拿出來 報 今天說到這裏 如果你真是 無聊無事做的時候 又可以真是 看看那些 有錢人怎麼生活 雖然未必是 全無的現實 都可以上Netflix 看看這套 Crazy Rich Asian 歡迎你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來吧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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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